该项目的目标是将亮山省建设成为北部以东地区重点进出口贸易服务旅游和边境口岸经济中心,同时是东盟各国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重要贸易门户,将越南友谊口岸建设成为模范口岸,是东盟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陆路口岸,形成越南与东盟国家和中国最大的陆路货物贸易中心。 具体目标是试点建设智慧口岸,提高陆路口岸通关能力和效率,满足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 此外,还有助于解决口岸地区货物拥堵情况,增加国家预算收入,打击走私贸易,欺诈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等。 智慧口岸通关货物目前包括越南和东盟其他国家出口的水果电子元件以及中国进口的电子元件。 试点期间,越方将继续与中方协商,以扩大进出口货物种类,确保实现项目提出的目标。 项目试点时间从2024年第三季度至2029年第三季度末。